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些过了半个多时辰 孩子的哭声渐渐地小了下来 难道一个又小的生命就要夭折了吗 就在这时 又有一个黑影朝大树走了过来 从黑影走路的姿势来看 黑影的年纪应该不小了 只见他来到大树下后 在树底下转悠了一会后 提着篮子一瘸一拐地走了 把篮子放到树底下的人是谁 为什么要狠心地把孩子抛弃 就孩子的人又是谁 孩子的命运如何 请接着往下看 半个月前 刘家庄的刘三柱终于体会到了当父亲的乐趣 妻子王室给他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 看着这个胖嘟嘟的孩子 刘三柱两口子高兴坏了 生下孩子后十天 孩子莫名其妙地得了一场病 郎中过来看后告诉刘三柱说 孩子估计是凶多吉少 即使是把他留下来将来不是呆就是傻 听到这个消息 刘三柱犹如五雷轰顶 和王室商量了一番后 两口子做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举动 把孩子抛弃了 孩子是无辜的 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被珍惜 但刘三柱两口子却没有这样做 刘三柱是刘家庄普普通通的一个人 说起刘三柱 刘家庄的人无不嗤之以鼻 在刘家庄 刘三柱爱占小便宜那是出了名的 说起他的光辉事迹 那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刘三柱家里不种菜 可他家却顿顿有菜吃 这是为啥 或许有人会问 难道人家不会买吗 看来你还是不了解刘三柱 他才不肯花那冤枉钱呢 除了刘三柱以外 刘家庄几乎每家每户都会种上一点菜 这也就省得他种菜了 要吃菜的时候 刘三柱就会去别人家的地里挖点 为了怕人发掘 这家伙还不是就在一家的菜地里拿 而是今天拿张三家的 明天哪里四家的 刚开始人们还没在意 到后来有人发掘了 按理说 在村里拿点菜也不算啥 人家碰见了 说上两句顺气话事情也就过去了 可刘三柱却不那样 他反而有理了 怎么了 不就是一点菜吗 又值不了几个钱 看看把你小气的 你听 他反而有理了 听人们说 刘三柱家的房子是他捡来的 房子还能捡吗 刘家庄东透有个老宅子 房主人多年前举家迁往外地后 房子就空了下来 刘三柱知道后 就和房主人的亲戚商量 想要占人家的房子 人家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压根就不想和他打交道 于是就回绝了他 房子占不成 刘三柱就打起了坏主意 他每天早早地就会起床 来到这间房子跟前 在房子跟前待上一会后就走了 一年又一年 不管风霜雨雪 刘三柱都从未见断 渐渐的人们发现 房子上的砖头越来越少 而刘三柱院子里的砖头 却越来越多 原来 他每天都会去房子 转悠的目的 就是为了搬砖 几年后 靠着这个 刘三柱竟把家里的老房子 翻修了一遍 看看人家这一例 每逢村里有办事的 刘三柱就会显得异常热情 不管人家有没有邀请他 两口子都会主动上门帮忙 难道刘三柱是个热心人吗 不是 刘三柱帮忙的目的是为了蹭饭 一件事情从开始准备到完全结束 刘三柱两口子都会全程参与 末了还会打包带走一部分 这样一来 十天半个月基本上已经过去了 生活中 你遇到过这样的人吗 平时都里不装烟 没事的时候就往人多的地方走 碰到人家散烟 不管什么时候都会接 一个办公室 茶叶罐里什么时候都是空的 要喝茶的时候就问别人拿 请客吃饭肯定每次都去 但吃了几年也没见他请过一回 转眼间 离刘三柱抛弃孩子已经过去了八年时间 自从把那个孩子抛弃后 王氏就再也没有怀上过孩子 刘三柱又长八岁 但他爱占小便宜的性格 却并没有因为年龄的增长而有所收敛 反而有点变本加厉了 刘三柱的邻居名叫张有权 今年二十出头 是个安分守己的实在人 前几年 张有权的父母相继去世 只剩下张有权一个人守着五间破房子 这年秋天的一天 张有权家的玉米熟了 他便来到了地里 准备趁着天气晴朗赶紧把玉米收回去 来到地里 看着饱满的玉米 张有权瞬间来了精神 随即干起活来 干着干着 张有权发现了不对劲 玉米棒子丢了不少 这偷玉米的人心眼也够足的 大概是怕被人发觉 外面挨着路的玉米并没有丢 反而是里面的丢了不少 这一年的辛苦又不知道好活了谁 看着光溜溜的玉米感 张有权的心里很不适滋味 就在这时 前面的玉米弟弟传来了一阵响动 张有权随即朝着响动跑了过去 玉米杆子足有一人多高 跑起来很是费力 张有权便蹲到了地上 顺着玉米杆底部的空档看了过去 前面不远处 一个身影就蹲在那里 这一定是偷玉米的贼 看到这儿 张有权立刻朝着那人跑了过去 奇怪的是 那人并没有跑 而是依旧坐在那里 片刻之间 张有权已经来到了那人的跟前 只见一个衣衫蓝绿 头发乱蓬蓬的人 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对于张有权的到来 那人似乎并没有察觉 依旧坐在地上 拿着一个玉米啃来啃去 看到这人 张有权瞬间来气了 怎么还有这好人 偷玉米竟然偷得这么心安理得 只见他一把拽住那人的衣服 把那人提溜了起来 头中说道 嗨 干什么的 把那人提溜起来后 张有权看清楚了 那人是个八九岁的男孩 衣服破破烂烂 脸上黑乎乎的 看到张有权后 男孩并没有惊慌 反而咧嘴一笑 口中咿咿呀呀 还把没有吃完的玉米 给张有权递了过来 看到男孩的这个举动 张有权明白了 男孩是个又聋又哑的傻孩子 男孩并没有因为张有权的到来 停下吃玉米的举动 相反 他或许是怕张有权 抢了他的玉米 反而吃得更快了 干过农活的人都知道 成熟了的玉米非常硬 可男孩啃起来却毫不费力 要不是饿坏了 要不就是习惯了 看到男孩的这种吃法 张有权惊呆了 随后 他拽着男孩出了玉米地 把自己随身带的一点干粮 给了男孩 看见干粮 男孩一把抢过来 狼喷虎咽地吃了起来 得知这个偷玉米的贼是个傻子后 张有权并没语去计较 而是又干起活来 一个时辰之后 玉米收完了 出了地头 男孩还坐在那里呆呆地出身 张有权没再理他 收拾好玉米后便往家走去 傻男孩似乎是讹上了张有权 张有权走后不久 他也站了起来悄悄地 跟在了张有权的后面 回到家时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张有权赶紧生火 简单地弄了点饭吃了下去 吃完饭后 张有权便计划 早点休息 明天继续干活 躺到炕上 张有权睡不着了 男孩又龙有牙 还是个傻子 夜里在哪里睡觉 饿了还是继续吃干玉米呢 晚上遇到野兽怎么办 想到这里 张有权睡不着了 他赶紧起身出了屋子 他计划去地里看看 刚出院门 张有权就被绊了一下 他赶紧看去 借着月光 只见一团黑影在院门口蹲着 张有权用脚踢了一下黑影 黑影动了一下 随即 黑影发出了一阵笑声 听到这熟悉的笑声 张有权放下了心来 把小男孩带回家后 张有权先是给他简单洗漱了一番 又找出了几件自己的衣服 给他穿在了身上 因为男孩有龙又牙 脑子还不好使 自然也无从问出他的来历 心地善良的张有权便收留了他 并给他取名叫傻服 来到张家后 傻服每天都会坐在门口 嘴里大喊大叫 说着人们都听不懂的话 刘家庄民风淳朴 对于这个可怜的孩子 乡亲们并没有取笑 反而有的给他拿过来吃的 有的给他拿过来穿的 傻服也好像知道感恩 但凡有乡亲们从门口路过 他都会笑嘻嘻地给予回应 但刘三柱是个例外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每次刘三柱从门口经过时 傻服都会拿石头砸刘三柱 有好几次差点砸住刘三柱 为了这 刘三柱还专门找过张有权 让他管管傻服 可面对一个八九岁的傻孩子 张有权又能怎么样呢 转眼间 傻服来到张有权家里 已经半年多了 这年春节刚过 刘三柱就找到了张有权 两家虽说是邻居 可来往极少 年龄差距是一方面 最关键的是两人的性格不和 刘三柱极度自私 而张有权为人和善 暗地里吃过刘三柱的几次亏后 张有权便不再和他打交道了 俗话说 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那刘三柱找张有权又能干什么呢 听到脚步声后 傻服冲出了院子 看到来人是刘三柱后 傻服顿时从地上捡起了一块石头 朝刘三柱扔了过去 石头不偏不倚的 正好砸在了刘三柱的头上 哎呀 疼死我了 有权 你快出来看看 这个傻子把我的头也打破了 刘三柱大声叫道 听到喊声后 张有权赶紧出了屋子 只见傻服还在地上捡着石头 准备发动第二波攻击 张有权赶紧一把拉住傻服 随后 他走到刘三柱的跟前陪着笑说道 是三柱哥呀 这孩子不懂事 你别和他计较 赶紧进屋里吧 说完 张有权赶紧把刘三柱让进了屋子 来到屋子里后 刘三柱揉了揉脑袋说道 你说你把这个傻子留在家里干什么 赶紧把他弄走吧 张有权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说道 小孩子又聋又雅 怪可怜的 反正我也是一个人 留着他也正好能和我做个伴 哎 你这找我来试干什么 刘三柱说 老弟呀 我找你是想和你商量商量房子的事 刘三柱的话把张有权说得一头雾水 就问道 什么房子 刘三柱又说 我今年想把屋子重新整修一番 原计划简简单单地弄弄就可以了 可后来一想 就想着既然弄一回 还不如弄得大点 你也知道 我家的地皮 也就三间房子院子也不大 我就想着把你的院子也买下来 这样呢 两川院子合在一起也就宽敞了 房子我肯定不能白占你的 你看 我在村里还有处老宅子 地方比你这个还大 用那块地方换你的这处地方 你看怎么样 听了刘三柱的话 张有权陷入了沉思 刘三柱的确在村里有处老宅子 地方确实比这里大 但那地方地势低走水困难 一年四季都是潮呼呼的 刘三柱的算盘打得也太惊了吧 随即 张有权说道 你看 三柱哥 这块地方是我爹给我留下的 这也是我们张家的一份祖产 我怎么能卖掉呢 见张有权回绝了 刘三柱随后展开了猛烈的攻势 可不管刘三柱如何说 张有权就是不为所动 说了半天 刘三柱也没能拿下张有权 只好幸幸而归了 事情没办成 还平白无故挨了一砖头 刘三柱非常生气 心眼不正的他便打起了坏主意 张有权打心眼里 不想和刘三柱这种人打交道 一口回绝了刘三柱后 张有权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此后的半个多月里 张有权家里 每到半夜时分都会传来扑通扑通的声音 第二天早上 院子里总会多出几块烂砖头 说实话 对于这些小孩子家玩的伎俩 张有权不用脑子 也能想到是谁干的 只是不想多事的他忍了下来 半个月之后的一天夜里 月黑风高 伸手不见五指 半夜时分 一个脑袋从张有权家的院墙上露了出来 不久之后 黑影慢慢地爬进了院子 来到院子里后 黑影顺手在身上一摸 一个鬼脸式的面具 出现在了他的手里 只见他把面具戴在了脸上 捏手捏脚地朝屋子里走了过去 走到门口时 黑影停下了脚步 只见他慢慢地伸出了手准被推门 就在这时 有个东西落在了他的肩膀上 这下 黑影吓得魂飞魄散 张大嘴巴却叫不出声来 看来是吓坏了 只见他慢慢地转过了身子 一个男孩正笑嘻嘻地看着他 黑影还没有反应过来 男孩已经把一个玉米棒子塞进了他的嘴里 黑影吓坏了 赶紧一把推开小孩迅速地跑出了院子 黑影正是留三柱 得不到房子的他对张有权气恨在心 先是往张有权的院子里扔砖头 见张有权丝毫不在意 又打起了半鬼吓唬张有权的主意 谁知道 傻福半夜起来上厕所 无意中看到了有个黑影在院子里 他便悄悄地来到了黑影身后 或许是对玉米情有独钟 不管什么时候 傻福的手里都拿着一个玉米 就连睡觉的时候都不例外 黑影转过身后 他脸上的鬼面具并没有吓到傻福 傻福见他张大了嘴巴 以为他要吃玉米 便把玉米塞进了刘三柱的嘴里 事情过后 刘三柱并没有消停 为了把房子弄到手 他是出了浑身解数 傻福每天依旧还会待在门口 说着别人听不懂的话 刘三柱每次路过时 傻福不是朝他涂口水就是砸石头 刘三柱心里恨透了这个傻子 总想找机会教训他一顿 正好 这天机会来了 今天有个外村的亲戚办喜事 早上一起来 张有泉就给傻福 预备了一天的吃的 然后就去亲戚家帮忙去了 直到傍晚时分 张有泉还没有回来 张有泉走后 傻福就一个人坐在门口叫喊了起来 或许是心里惦记着张有泉 傻福一天都在门口 也许是喊累了 傍晚时分 傻福竟然靠在门口睡着了 这个傻子从早上起来 就在门口一直叫喊 真是烦死了 比哭丧还难听 听着这凡人的喊声 刘三柱心里别提有多生气了 过了一会 喊声渐渐地停了 刘三柱心中暗息 哎 总算消停了 耳朵里没有了噪音 刘三柱的心情也好了不少 于是他就出了门 路过张有泉家门口时 刘三柱发现傻福竟然在门口睡着了 看着这个令人讨厌的家伙 刘三柱顿时喜出望外 哎呀 这个讨厌鬼总算清静了 王日里不是唾我就是砸我 看我今天不好好收拾收拾你 想到这里 刘三柱赶紧跑回家中 拿出了一条破麻袋 又随手抄起了一根棍子 轻手轻脚地走到傻福跟前后 把麻袋套在了傻福的脑袋上 然后对着傻福的脑袋 狠狠地给了一下子 傻福正在熟睡 全然没有料到会有人暗算他 只见他挨了一棍子后 脑袋意外随即倒在了地上 刘三柱还不解恨 见傻福倒在地上 上前就拖着他的两条腿 硬是把傻福拖到了村外的乱坟岗里 干完这一切天已经黑透了 刘三柱气喘吁吁地回到了家里 路过张有泉家时 刘三柱不绝间放慢了脚步 看着破破烂烂的五间瓦房 他的心里瞬间窜起了一股怒火 好你个不识好歹的家伙 我拿那么好的地皮 和你换你还不同意 难怪你受穷 老子我今天就让你住个痛快 哼 越想越来气 刘三柱随即 从家里拿了根木头棒子上面 缠了几块布子 做成了一个火把 把火把点着后 刘三柱悄悄地来到了张有泉家 顺着开着的窗户就扔了进去 天干雾燥 房子很快就着火了 刘三柱原本想着 是连房子和张有泉一起烧死 他并不知道张有泉不在家里 房子点着着了一会之后 刘三柱随即大声喊了起来 不好了 着火了 原来 他还要当见义勇为的英雄 听到叫喊声的邻居们赶紧过来帮忙灭火 在众人的帮助下 火很快被扑灭了 这时 人群中有人问道 有泉没事吧 另一个人接着说道 有泉不在家 今天早上他去亲戚家串门去了 哎 傻福去哪里了 有人说道 今天天黑以后 傻福就不在门口了 也听不见他叫唤 不会烧死了吧 听完这话 众人赶紧在烧毁的房子里找了起来 可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看来人不在房子里 想到这里 众人不绝间放下了心 众人放下了心 刘三柱可就不乐意了 感情没把张有泉烧死呀 这都干了些什么呀 不过房子烧了也好 看你怎么住 不能住 你还不卖给我吗 到时候可就忧不得你漫天要价了 想到这里 刘三柱的脸上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不久之后 张有泉回来了 刘三柱其实一直躲在门口 偷偷地看着张有泉 见他回来后 刘三柱赶紧上前说道 有泉 得亏我发现得早 不然的话房子也全都烧没了 前些日子你要是和我换了房子 还能出这事吗 哎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呀 看着已经被烧毁的房子 张有泉的心里很是难过 不过他现在最关心的还不是房子 而是傻服 只见他朝着刘三柱急切地问道 三柱哥 你见傻服了吗 刘三柱摇了摇头 张有泉随即冲着废墟中跑了进去 在里面找开了 刘三柱见他这般模样便说道 不用找了 我们刚才已经找过了 里面没人 今天天黑后就没见过那个傻子 他是不是走了 张有泉找了半天 尽管没有找到可他的心却放心了不少 随即他赶紧跑出了院子 在附近找了起来 半夜时分 张有泉在一处乱坟岗前发现傻服 此时 傻服已经醒了过来 正在那里咿咿咿咿的叫着 把傻服领回去后 两人就在房子的废墟上待了一夜 一夜无眠 第二天早上 看着一片废墟 张有泉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房子烧了 重修装修的话要花费不少钱 此时的张有泉正为钱发愁 就在这时 傻服来到了他的跟前 顺手把一个东西放在了他的手里 张有泉打开一看 傻服递给他的是一个金光闪闪的佛像 这个金佛像张有泉在傻服的身上见过 在傻服第一次来他家时 张有泉给他洗澡时 就在傻服的脖子上见过这个金佛 看着傻服的这个举动 张有泉明白了 原来他是要把金佛给我 让我卖了好修理房子 尽管傻服听不见 可张有泉还是开口说了 不能要你的东西 这个东西说不定是你爹娘留给你的 我怎么能要你的呢 说完 就又把金佛塞到了傻服的手里 谁是傻服就像是铁心 要把这个东西给张有泉 任凭张有泉怎么硬塞 傻服就是不接 无奈之下 张有泉只好接下了金佛 他准备先把金佛当了 等到自己有钱了再把他赎回来 安顿好傻服后 张有泉就带着金佛出门了 就在这时 刘三柱过来串门来了 他要看看张有泉的惨状 顺便再看看傻服回来了没有 看到刘三柱来了以后 傻服依旧拿起石头扔了过去 昨天给了傻服依闷棍以后 刘三柱的心情好了不少 看到张有泉被烧毁的房子 此时的他心里格外高兴 已经顾不得去和傻服计较了 看到张有泉正要出门 刘三柱便问道 有泉兄弟 你这是要干什么去 张有泉下意识地 看了看手中的金佛说道 没什么 我出去弄点钱 张有泉的举动 自然没能逃过刘三柱的那双眼睛 只见他盯着了张有泉的手说道 手里拿着什么好东西 能让哥哥我看看吗 为了避免事端 张有泉就说道 没什么 说完 究竟只往外走去 刘三柱依旧不依不饶 纠缠了一会之后 张有泉便拿出了金佛 把金佛拿到手后 刘三柱的脸色慢慢地变了 手也开始抖了起来 刘三柱为什么见到金佛会大惊失色 原来这个金佛是刘三柱祖上传下来的 当年抛弃那个孩子时 或许是心里有些愧疚 刘三柱就把金佛放在了孩子身上 张有泉的身上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 他知道这个金佛的价值 习惯了贪图小便宜的他 根本不去关心自己孩子的下落 而是想成活打劫 把这个金佛便宜买下来 过了一会之后 刘三柱强坐镇定地问道 有泉 我看你现在正好缺钱 你看能不能把这个金佛卖给我 说实话 张有泉打心眼里 根本不想和刘三柱这样的人打交道 见刘三柱又想贪便宜 便一把从刘三柱手里拿过金佛就出了门 刘三柱哪肯放过这个机会 就跟着张有泉开始纠缠起来 一个多时辰以后 张有泉实在是被刘三柱纠缠得没办法了 便答应把金佛卖给他 不过张有泉这回不敢大意了 为了怕以后出事 张有泉特意叫来了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让他们从中做个见证 急于把金佛拿到手的刘三柱 对于张有泉的要求一概应成 在众人的见证下 两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这回 刘三柱没有小气 尽管花了不少钱 但他知道那个金佛的真正价值 说实话 给张有泉的钱还不及金佛的一成 拿到金佛后 刘三柱喜出望外 就急急忙忙地朝家跑去 谁知乐极生悲 半路上背伴了一跤 金佛也掉到了地上 金佛竟然碎了 这是怎么回事 刘三柱颤抖着双手 把碎了的金佛拿在手里 此时他才发现 金佛里面都是钱 拿着金佛 刘三柱气冲冲地找到了张有泉 此时的张有泉 还和那几位长者待在一起 刘三柱见了张有泉 就吵着要把钱拿回去 可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众人也都乐意看他挨仔 根本没人帮他说话 气急攻心之下 刘三柱嘴眼歪斜了 一个多月后 刘三柱的病虽说好了不少 但仍旧落下了病根 最明显的就是脑子不像以前那么好时了 这天 刘三柱煮着拐杖颤颤巍巍地 来到了张有泉家 此时张有泉的房子已经装修好了 看到刘三柱那可怜的样子后 善良的张有泉心里很是过意不去 就把刘三柱让进了家里 此时 傻福正在屋子里洗漱 这些日子 为了能有个新家 傻福也帮了不少忙 住到新屋子后 张有泉便准备给他洗漱一番 进到屋子里后 看着光溜溜的傻福 刘三柱停下了脚步 不久之后 他的脸上竟然流出了两行热泪 这又是怎么回事 其实 自从那天见到那个金佛后 刘三柱的心里早已断定 傻福就是被自己抛弃的那个孩子 只不过那天他几伙 攻心生了病 整整在家躺了一个月 病情稳定以后 刘三柱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确定傻福是不是自己的孩子 看到傻福背上了那块疤之后 刘三柱再也无法控制 傻福就是当年被自己抛弃的那个孩子 当年 刘三柱把傻福抛弃后 傻福被一个流浪汉收留了下来 两个人相依为命 过了几年后 流浪汉便死了 从此 傻福便一个人流浪起来 好在他命不该绝 阴差阳错的被张有泉收留了下来 其实 傻福身上的那个金佛就是假的 只不过因为是祖上传下来的 刘三柱就一直以为他是真的 于是就花大价钱把他买了下来 谁知道 到头来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不过 他把张有泉的房子烧了 又自己出钱把房子重新整修了一番 也算是一报还一报了 事情过后 傻福就一直跟着张有泉 没过几年 刘三柱两口子双双离世 而他们的房子 自然也全都归到了傻福的名下 小便宜贪不得 拧头小利也会半倒人 做人不能太贪心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天上既没有掉下来的馅饼 也没有免费的午餐 只想别人对自己慷慨 自己始终一毛不拔 就算守着眼前的一些好处 最后也会成为孤家寡人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